昨天晚上在南投仁爱乡发生了一起瑞士规模5.6地震 那么南投呢最大震度是四级 而由于这个时间点刚好就在921大地震22周年的前夕 因此也让很多的南投人勾起了恐怖回忆 很多民众就说当下真的是吓坏了心里面有点恐慌 幸好是没有传来灾情 对此呢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也说了 未来两到三天之内不排除还是会有规模4到5的余震 南投埔里突然天摇地动派出所远景跟民众感觉到地牛翻身 同时抬头看电灯接着才继续守兵工作 草屯路边的监视器剧烈摇晃记录下地震瞬间 我在楼下跟我妹在聊天 刚好地震来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仁爱国民宾馆一楼大厅盆栽花朵因为地震晃动不停 13号晚间6点41分南投仁爱乡发生瑞士规模5.6地震 属于浅层地震南投最大震度四级 临近县市包括台中彰化到花莲也都有四级震度 全台有感92122周年前夕发生有感地震 这也勾起南投人921那一夜的恐怖回忆 真的会想起921震的那时候的情形非常的害怕 你怕出道耶 之前921太可怕了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恐慌 那这个地震最大的震度因为它很深 最大震度市集分布的范围很广 将近50年的时间 搜寻所有的地震记录里面 这么深的地震在这附近只有它 气象局评估震源区块地质坚硬 后续余震应该不多未来两三天内 不排除会有规模四到五的余震 目前幸好都没有传出灾情 只不过地震来得突然 时间点接近921不免让人又想起当年地震为例 九位少语南投报导